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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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当中地位不是特别的高 不过这么一只八红搭配争锋 在任务之外 天旗组的玩家拿去帮战华山都是毫无问题的存在 下一个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只七技能全红狂暴 工资1500 体资4200 成长1.282 今天开场可是我们普通玩家的福音呢 依然是一只高连技能类套中的召唤兽 不过这只豹子更注重的是任务 唯一的辅助格子选择的是高级驱鬼 当你还在为鬼王的吸血鬼主怪发仇的时候 不妨考虑下这只豹子呢 当然在很多活动副本当中 你也能体会到它的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考虑入手哦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件120级配饰 基础属性速度加18 绿色整齐的三气血 加97 84 97 我们以前就提到说过 目前法防抗风等灵士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是 气血防御面板依然是占据着主流地位 基础速度不高 血量的加成还不错 更适合于输出系来携带 如果是走个性的雪神木 那就更合适了 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件全新出品的160级双环 伤害加657 命重加695 敏捷加44 出总伤高达888 16段之后总伤达到恐怖的1022 同时还有44点的敏捷加成 我们常说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二者兼得是多么的幸运 毫不夸张的说一句 这是奇迹目前所见到的 非转用武器当中的佼佼者 排在最前里 双环是五天机跟飞燕女所使用的武器 那么也就是说 仙族的灵波城跟人族的大唐官府 都是上上之选 也是希望早日在服战舞台看到他的身影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期的藏宝阁榜中榜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哈喽大家好 我是CC520的教授 欢迎大家收看每周维护报报 这里是梦幻风云榜之CC主播榜 来看一下本周上门的内容吧 本周第一个上门的内容 是一只13技能的须弥泪腰胚子 全新出品 房子12T的4000 法子1800 速度是693 成长1.297 元宵补上之后 综合三位姿势相当不错 我们常说的赵安兽 每多一本辅助书都是质的变化 那这么一个13格子够你发挥了吧 不足700的速度也是归宿控尸的力气 其实看到这两张图片的时候 不知道老板心里是如何面对的 竟然12个技能里面没有虚明阵言 也是祝老板打输好运 下一个上门的是一只9技能的全红善恶吸血鬼 工资1365 防资1200 体质3500 成长1.262 面板上辅助书有高级防御的存在 相当于 资质虽然说稍微差一些 不过好在我们是善恶特殊技能的 9技能全红召唤兽 完美的打出完全值得去养 等到来年元宵补上就好看很多了 就目前而言 区内打一个比武 华山还是不在话下的 接下来上榜的是一只8技能的全红幽莹娃娃 工资1500 防资1400 体质3470 成长1.26球 幽莹娃娃作为鬼域后期出现的 两大稀有召唤兽来说 勤练腰难度是远远高一化魂的 导致市面上流通的皮革虫 是千金难求 这么一个资质三维成长 非常非常地高 而且携带力皮华山 如果不是实实在在地放在我眼前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 物理系主书齐全 高幸运 高防御 保证生存 高强力稳定输出 堪称完美的大叔 完全没有辜负他神医般的胚子 接下来上榜的内容是一只 实际龙的全红童子 工资1554 房资1444 体质3955 成长1.260 面板常规耐攻 壁雷大叔综合三维 完全达到了耐攻的要求 物理系主书齐全 标配的高防御感知之外 辅助书的选择是 破除连击的高级反阵 强化输出的高级强力 还有战略性的高度 元宵真惊 寒龙再给提一个档次 天原组的玩家 剑灰华山都是不错的选择 登上复战舞台 也是毫不逊色 来看一下最后一只召唤兽 八级龙的耐攻画魂 工资1360 房资1440 体质37 成长1.263 综合三维略高 打输完美 画魂作为神威四孕丹 召唤兽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元宵补上之后 不适为一只 华山剑灰夸府的神虫 看过了召唤兽 我们来看一下 本周上榜的装备跟灵士吧 160级的铠甲 防御262 敏捷加22 体质加31 特技是惊星爵 特效是简易 虽然说初始的防御 跟双加都不是特别的亮眼 不过加上这风系和辅助 必不可少的大特技 惊星爵就不一样了 其实看到这里 很多小伙伴跟我想法一样 这个简易差不多算是 锦上添花的存在了 因为衣服本身 就算放到复战舞台 也是顶先的一线天气 不过存在就要它的道理 天气也是不乏神 好在存在的 入手之后 16段金青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看到了金青 当然少不了它的好搭档 罗汉了 160级的南投 防御加90 魔法加200 特技是罗汉金钟 前面我刚刚提到 辅助风系 必不可爱大特技 是金青 那么另一个 当然就是我们的罗汉金钟了 具体作用的话 在这里我就不用来献丑了 当下法系强大的今天 导致很多输出 携带了大特技 也是屡见不鲜 这么一个全新的神器 等待它的服装老板 赶快带走吧 好了 本期的CC主播榜 就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CC直播 下面有小面 为了带来梦幻新鲜式的内容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 又到了美中维护博宝 知梦幻内外的时间 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CC520的摇小面 今梦幻西游 限于加入 某外卖豪华午餐 近日 有玩家在点外卖的时候 发现了一道梦幻西游套餐 难道店家是梦幻玩家 近期 梦幻西游 联合京东 进行了一次跨境合作 梦幻西游 神器对京东超市神器 推广梦幻西游 神器的同时 推动销售 嗯好主意 那么有了一些商品 与梦幻的新神器匹配呢 大家都知道啊 两者结合起来 化资源是有难度的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次活动工作人员的 老洞吧 轩辕剑对酒 行走江湖 怎么可以没有酒呢 剑小柯柯身上 也是有个酒葫芦的 嗯 结合没毛病 黄金甲对婴儿连体 好吧 超市也不存在 卖仿带衣什么的 保护宝宝的衣服 勉强可以 天刚硬 VS哈斯奇 哦 勉强形状相似吧 然后小明宣布 前方功能预警 宁龙结队 七度空间 呃 这个 萨婆郎表示 不想说话 最近见到不少 属性可观的神器 本周又经现一个 加46.5速度的神器 相当于六段黑豹石呢 下面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打八技能 虚秘大海龟 关键时刻 最后一本虚秘掉了 然后这位玩家 就把大海龟 放生了 呃 放生了 其实 Digi宝宝也可以狠占 比如这只 九红全力数怪 玩家表示 数怪的工资 比他的工资都高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规矩被打破了 比如 1997年的时候 看电视 别你的台阶 和2017年 使用VR的你 在这个 共享经济下 有人准备 创建一个 共享电话亭 扫码就可以打电话 小米想说 你用啥扫的吗 玩家发现 藏宝阁一个 带瘦的 999亿的 纪念号 这意味着 千亿寿绝 只差一步 还没有领取 买下这个号 就有机会 获得之前 炒到天价的 另一批寿绝 买来 就像开瓜瓜乐 一样的心情 现在 炒菜 香菜之争 话题 讨论的热度 某店 今天推出了 一款香菜 饼上 香菜 糖表示都 接受不了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电数千万别打隐身 别打隐身 别打隐身 难道你是想隐身 等隐身结束以后 来吓他们一跳吗 还是先用魔用光 然后他们就不会 触犯隐身 又到一年一度 抽限量祥瑞的时间 今天推出的是 冰金魅名 不少玩家 在论坛直播 抽小鹿 重力寻他千百度 木然挥手 那人却在 宝箱国 抽鹿 我蹲在你旁边 给我裸点位子 看到五个号 都有鹿的 瞬间 欣赏自己是个穷人 耳旁环绕那首歌曲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的笑 只是你穿的 宝货色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妹子 在一年内 甩掉六四公斤的 镊子故事 最后 送上七夕 应急四个 大家就自行观看吧 好了 本周的梦幻内外 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 梦幻系 有官方论坛 我们下周再见 拜了个拜 又到了小经理答案时间 同学们 本周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 我买了情缘金币 没有看到情缘金币 只给了我烟花呢 如果购买后 提示购买成功 获得了烟花 没有获得情缘金币 大部分是因为 防沉迷导致的 可以在线联系 接盟获得帮助 补发情缘金币 购买情缘金币 提示我获得了锦衣 但是锦衣栏里 并没有看到啊 如果系统提示 抽取到锦衣的 可以查看 彩石盒的服装 或者称谓光环特效 彩石盒 也是有彩石锦衣的 情缘金币开多少个 必定获得 限量祥瑞啊 一定要当天开够吗 情缘金币开到100个 必定获得 冰金魅灵 不需要当天 就抽多100个 累积的也可以 情缘金币 能开出 其他限量祥瑞 和锦衣吗 除了本次的 冰金魅灵之外 情缘金币 只能开出 普通的锦衣 祥瑞 无法开出限量的 以上就是 本周维护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吧